這裏是東望陽燈塔 是遠東最古老的燈塔 以前的航海家遠遠看到這座燈塔 就知道準備要進入東方的大門 而這座燈塔所在的位置 就是澳門現在在世界地圖上的座標 可見它是澳門最重要的地標 但關於這座燈塔的興建 一直以來流傳主要的傳說 首先就要從它旁邊的聖母雪地殿教堂講起 這座教堂所自奉的是 葡萄牙人的護衛航海之神 以前有很多虔誠的海員 經過長程的航海之後 一上岸就會來到這裏祈禱 為何他們會這麼虔誠? 相傳在很久之前 有掃手課船楊帆要來到澳門 在七刻之中遇到風雨 迷失了方向 情況兇險異常 就在這個時候 從遠處一盞明燈引領著他們來到澳門 最後燈光消失在山上 蒲人認為這次是聖母的顯靈 所以後來就在這個光點消失的位置 建成了燈塔 引領著旅客前行 雖然現代已經有很多科技 來幫助船隻航行 但是燈塔的光芒總為我們帶來希望 而東莫陽山腳下有個地方叫鳥仔園 是我們平時尋找隱世美食的好地方 下次有機會你也來一齊試試吧